來講英文三朵花 不是你想像的花 不是flower 是spend, cost and take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在中文裡面會說 譬如說我花了很多錢在我朋友身上 花 那個包包花了我五萬元 花 花了我兩個月的時間才存到那幾千 也是花 在中文來看都是花 但是英文要用不一樣的花 那要怎麼樣才知道用什麼花勒 那你就要看你的主詞是誰 譬如說那第一個 如果你是人 人去花錢花時間 那後面的話你可以on something 那或者你不要on 你加ing 反正不管怎樣這邊就放個名詞 譬如說I spend a lot of money 很多錢買 怎樣呢 on my girlfriend 就在我女朋友身上 所以這應該很好記 這個記憶詞不得網民跟中文以下 但是一定是人去花 好 那如果是你要講這個東西花了我多少錢 那就是東西 cost 那你可以加人 不加也可以 多少錢 譬如說the bag 那個包包 cost me fifty thousand dollars 好 為什麼用cost 我為什麼沒有加人 這不是第三人生單數嗎 因為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他三太同行 這是過去的事 過去花了我五萬塊 因為他可能今天打折了 變四萬八 但當初我是買五萬 所以我還是用過就是 所以如果是東西花了你多少錢 我是用cost 好 那如果你要講這整件事 花了我多少時間 這件事情 通常我們會講這件事花我多少時間 那個我們已經講過那件事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個bit 代表 好 tet 什麼人 不一定會加人 好 但你要加的話就放在這邊 然後時間 去做什麼事 to do something 譬如說 花了我兩個月的時間 才存到那米錢 好 你的主詞是it 你不會說I 好 然後took me 為什麼用took 因為用過去的事情 多少 等一下 two months 就所謂的時間 to do something to save the money 所以你的主詞叫it 好 然後花了我多少時間 花了誰動的時間 是這樣 所以反過來說 我也可以說什麼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幹嘛 在存錢啊 我 所以你可以說I spend two months 然後存錢 你要on不on 隨便 然後呢 記得你要把你的動詞加上int ok ok 那你也可以說什麼 我花了五萬塊在那個包包上 好 I spend多少呢 fifty thousand dollars 然後on the bag 所以這其實都可以互用的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什麼 注意你的主詞是什麼 好 你是人 人就會用spend 你是東西花多少錢 那用cost 好 一件事情花了你多少時間 那用take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它區別開來了 那最後還是一個功課 請看我的大字報 還好 三分多